今天我将通过镜头带大家看看上海的防输入性疫情管控措施 路径飞机靠港后 检疫人员会先登机 检测工程人员的身体状况 查看所有旅客名单 逐一测量旅客体温 检验护照等证件 旅客进入路径大厅 填写健康声明卡信息 这里要注意 对有瞒报健康声明行为 会有严厉的法律惩处 旅客如果身体有异常情况 需要在这里声明 这样就会走另外通道 进入专属小空间 进行样本采集 核酸检测 然后送至机中隔离观察点 进行医学观察 这之后 就可以拿上行李 出航站楼了 找到自己住址 所对应的辖区 然后旅客会接受 工作人员的问群 问题包括 你是谁 从哪里来上海 到哪里去 翻译 翻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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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始从上海到日本 这次你回来,对吗? 对,对 然后,我可以在上海的名称吗? 在上海的名称 这家庭你租房吗? 我租房的 你租房的,好 之后,我们会确定住房子是正确的 这里,我们会根据旅客申报的住宿地 到后台进行大数据比对 判断是否符合在家隔离条件 你让他提供一下这个住址的户籍人员的信息 或者是同住人的信息 我来帮他在同住核实查这个地址有没有 上海自3月23日起 对所有路径满户人员 实施百分百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目前,所有路径人员一律按照规定 严格实施隔离健康观察 对于满足家隔离条件的 路径旅客需保证一人一户或一家 否则实行集中隔离健康观察 然后,我们会让旅客签署在家隔离承诺书 之后,我们工作人员就会陪同旅客 至停车场,乘坐大巴 到直中流关点做核酸检测 流关点一般设在各家室内的指定酒店 路径旅客在酒店等待检测结果 如果检测结果呈阳性,就会被送到定点医院 如果呈阴性,那旅客就可以在我们工作人员的护送下回家了 我们把旅客送至小区 居委会的工作人员 社区领警 以及社区医生 已经等在门口 他们会再讲一遍在家隔离要求 然后,大家建立微信群 对于生活上的琐事 包括扔垃圾,买东西,拿快递的 直接在群里沟通 工作人员会为在家隔离人员服务 以保证被隔离人员的正常生活 以及隔离到位 然后,社区民警会为在家隔离人员装上门词 如果在隔离的14天里有违规出路 门词就会报警 同时,我们在后台的民警也会收到违规开门报警提示 门词还会把该信息推送到微信群里 社区民警、局委干部 以及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 会一起上门核查情况 随着疫情的变化 我们的防疫措施也在不断的改变 我们相信 只要做好我们该做的 就一定会战胜这次疫情